地球上为什么会有白天和黑夜? 陀螺转移的时候,以中间的轴为中心转动 地球也像陀螺般,有一个假想轴,叫地轴 地球以地轴为中心,转移轴,约需一天 这就叫地球的自转 地球的自转形成了白天和夜晚 因为地球在自转,所以太阳照射的地点总是在变化 地球面向太阳的那一面就是白天 背对太阳的那一面就是黑夜 地球自转是由西向东的 从北极点上空看,乘泥石针转动 从南极点上空看,乘瞬时针转动 知识补给站 地球的中心轴并不是垂直的,而是有点倾斜 确切地说是倾斜了23.5度 如果地轴没有倾斜,太阳升起的位置和高度就不会发生变化 夜晚和白天的长度也总是一样的,而且不会有季节的变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